MING PAO T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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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開我的小白來了 好我們今天要來攝影棚 是一位非常厲害的女明星 她就是藝人 張家瑋 阿威 MING PAO TORR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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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終於看到妳的車子了 而且妳聽說最近完成了一趟厲害的狀況 沒錯 我覺得就很勇敢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正面力量分成給壓制 好 那我們待會再來細聊這件事情吧 聽說妳剛完成一個狀況 是轉倒對不對 對 而且妳的路線跟別人不太一樣 妳是從哪邊開始 我其實呢就是導航 就按台東 然後我就找了一間咖啡廳 很漂亮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它路線就有弄到 我就有看到那個上面是直接繞宜蘭 然後花蓮這樣 我就覺得欸那這樣才是一圈 其實本來不曉得說怎樣才可以一圈 我就先試試看這樣 OK 對 然後會選台東是因為到那邊大概五個小時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中途可以休息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妳有沒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畢竟妳是一個人關到 對 但是我選擇的是凌晨三四點的時候出發 然後其實呢 我最終的就是因為我覺得 突然想到去看個日出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一個人很舒服這樣子 結果殊不知我開到還沒到台東的時候 然後那個太陽啊它就這樣慢慢显現 然後我想說 它快到這個 一看到日出耶 我就這樣看到它了 可是我沒有在一個 我幻想自己在一個 就是我覺得那個山路啊什麼 我可以在那個 就是人家說會有山的那種山路 我一直以為我在山路 可是我其實那個 山線跟海線對不對 對 最近很多導航都很一直在出問題 現在是導航的問題啊 沒有啦 其實我在出發之前就很害怕 導航會不會帶我走 那種很恐怖的山路或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也很想要因為這樣子而看到日出 但是沒想到我快到的時候 我旁邊是那種田啊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裡 我是誰我在哪裡 我只知道它快到哪裡 所以你是一趟很隨性的旅行 就我覺得就是我不想要就是讓自己壓力那麼大 就是讓自己有一種說走就走 然後我知道基本的幾個點就好了 然後因為平常你工作的時候就壓力就很大 什麼都要做很多功課 很多都是暗表操課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人生有時候就是給自己一種隨性的感覺 然後不受拘束 然後不需要去顧及別人的節奏 這種態度大家一定很嚮往 就是可以真正放逐心境這樣 有點療癒的感覺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就是 雖然說聽起來是蠻 有些女生可能做不到 可是我當時其實我坐在我們家沙發 要出門那一刻 沒有錯 我的確就是猶豫了 而且我是非常的不勇敢 我就覺得說好累喔 這樣開車的時候我一定要睡著 我覺得好恐怖 然後一直一直在自言自語 你看你三點出發 那你的精神狀況還OK嗎 對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就自己問自己跟自己對話說 我睡飽了嗎 然後我現在真的可以出發了嗎 然後突然間想到不對 我已經打電話跟我的親朋好友說 我要去滑倒 我已經告訴大家我要去做這個狀況了 OK 有點欺負談笑的 有點 但是呢 我跟你們說 真的如果 人生中要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 分享給大家 分享給自己 就是私密的也好 你想分享給誰都可以 那你只要說出來了 你就會覺得 那如果你不去坐的話 感覺有點丟臉 沒有啦 所以我就坐了 這台就是你的車對不對 你會幫他取名字嗎 沒有耶 真的喔 這小白嗎 這小白也OK啊 小白很像辣米小青的小狗 小白小白 你在哪裡 那你在環島過程當中 像你剛剛講的 一大早出發會累 對 那你去怎麼樣去調整你自己的狀態 嗯 就是前兩天都睡得很飽 然後我就帶了兩支手機 一支是導航 一支是那個 測速照相的 喔 我就想說兩個城市分開放 所以是 感覺是有在飄車 然後我車上其實有影音啊 它裡面有那個 現在有網路嗎 就是有一直播新聞 它可以聽音樂 然後也可以看新聞 OK 然後重點是我的車充 其實我蠻自豪我的車充 其實我車充它充很快 所以我的手機都是蠻隔的 所以就特別的安心啊 油就加滿了 然後導航就倒了 然後那個車充確定了 我就出門了 不久剛剛沒有到你後座 好像有一些 這個是私人的小物 對對對 遮陽板 然後還有我的枕頭跟外套 因為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也會有等戲的時間 OK 所以我們就是要養成 隨時就可以秒睡 來補充腦力 因為我們要一直靠腦力跟情緒 會很容易就是會累 但是那在休息的那片刻 真的滿重要的 對 那為什麼會選擇 CLA250這台車子 因為它比較少出這種線條 流線型 車燈又很漂亮 車燈可以帶我們看一下嗎 車燈可以帶我們看一下嗎 我很喜歡它的這個車燈 它這個有點那種蝴蝶的 翅膀的感覺 對 它很像翅膀 就其實大家不是很喜歡拍翅膀嗎 我有一次我就很想要這樣拍我的翅膀 就很漂亮 我之前有在我的車上拍過照 它就很美 其實我的體重它是可以的 可以承受 就確定喔 喔 歡迎來到我的主場 很多漂亮的年輕女生都選擇這台車子 所以我想說 你之間有沒有特別的一些 特點然後吸引到你這樣 那看來就是這個燈的部分 就是這個燈其實真的很愛它的 那這台車你在使用上 有沒有比較覺得印象深刻的東西 就好用或者是好用的功能 好用的功能 我覺得是 它是四輪驅動 叫少見 我也蠻喜歡速度管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 它不會讓我睡到雨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它是有點這樣 啵啵啵啵啵開的時候 會有點像那種叫跑 像跑車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有趣 現在電動車很行 你有考慮過電動車嗎 沒有嘗試過 這樣子 我沒有去試駕過電動車 所以其實很清楚 好喔 所以目前還不打算要換電動車 我覺得我還是很愛它 還是很愛它 對喔 就是蠻喜歡它 但是就是 就變成我的功力車 但它真的是蠻耐操的 就是也不會那麼容易就 就反調是什麼 我每天都是上高速公路 好喔 那今天謝謝家瑋跟我們分享 這麼多關於愛車的事情 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關於家瑋的一些內容的話 記得要鎖定地球黃金線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比較小 像這樣流線型 喔 它這個有點像蝴蝶的 翅膀的感覺 看它翅膀 就其實大家不是很喜歡拍翅膀嗎 我有一次我就很想要這樣拍我的翅膀 這畫面很漂亮 所以你搭個多捕捉一些 這樣 就很漂亮 我之前有在我的車上拍過照 它就很美 其實我的體重它是可以的 可以承受 就確定喔 喔 就是它是可以的啊 就是它後面很漂亮 來囉 洞 歡迎來到我的主場 請坐 也請坐 今天晚上 站在家裡 讀書 請坐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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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